既然你已經看了神奇寶貝 那我就大發慈悲地告訴你們 為了防止世界被破壞 為了維護世界的和平 冠材愛與之真是邪惡 可愛又迷人的遊戲解說 大家好,我是穆娅 歡迎收看神奇寶貝第10季 好嘞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我現在用精靈方塊開出來了傑克洛姆 並且把身上所有的球都花光了 就剩下三個高級小 神奇寶貝幣的話現在就剩800塊錢 好了,咱們先看一下傑克洛姆 我想你們是愛我的,原諒我 忘記開錄製了,就是這麼人性 咱們先看一下他的統計 蓋藥的話,特性的話是造激電壓 造激電壓,好像這個電壓分 好像造激電壓是最大的吧 可以不受對手特性的干擾 向對手使出招式 技能的話倒是挺不錯的 全世界攻擊技能就封印 如果對手有和自己相同的招式 那麼對手無法使用該招式 而且他的招牌技能交錯閃電已經是 就是自帶的 這是一個高配版的傑克洛姆 好了,咱們待會先在沙漠這邊晃遊一下吧 晃遊一下那個 之前又找到幾個道館,咱們得去把它給打 這個好像是兵系還是水系道館 剛好咱們的傑克洛姆是 別鬧 嘿,小姑姑,小姑姑 小姑姑,你好啊 直接上高卡吧 這是你的死地 來個新之眼 瞄準了 絕對靈度 沒錯,再來個新之眼 又瞄準了 絕對靈度 漂亮 至兩下先 這個死克狼還在 死克狼的話 它是蟲系的 咱們身上沒有火系的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 直接上 顧拉多 顧拉多 顧拉多是有火系技能的 來個 日光束 好像放出技能了 應該使用噴煙的 噴煙 哎呀 對不起 對不起 大蛇瞪眼 麻痹你先 哇,它速度好快啊 麻痹還失敗了 是你逼我的 沒一個進化 黃龍點金 哦對 之前有小 有小伙伴留言跟我說 他說那個 1.1 2.2版本的 那個神奇寶貝模組 好像出那個 呃 出那個什麼 黑暗版的啦 我看我自己在線上去找一下吧 如果能找到的話 固然是好的 找到的話 又可以直播的時候測試了 我覺得 我覺得這隻裂空座 肯定是 肯定是我那隻MAG進化的 因為之前又碰的 也碰得過這種情況 咱們直接無視它吧 好了,直接去這個道館這邊 哇,這個道館有點像是那個飛船啊 咱們直接上傑克羅姆 沒有那個電子寶石 好像我之前獲得了電子寶石 但是被我丟掉了 多少級了 47級等級有點低哦 來來來來來 先打一下先 上吧 傑克羅姆 巨金怪 你居然還有巨金怪這個東西的 這什麼 大 太陽 太陽炎 我記得好像雷系 雷系不克制炎石系啊 為什麼打他們這麼彈 這裡還有一隻 但是怎麼過去啊 這空氣差點有點 有點調皮了 繞的我都要暈了大哥 這樣 還打雷了 上吧 傑克羅姆 艾露雷朵 艾露雷朵 我記得他好像有那個超能系的技能 帶著王來個 不好意思 屬性相克你 上面就是他們的關主了吧 小小關主感受黑暗 還有一場 來小伙子小伙子 你這樣背對著我 很沒禮貌耶 你這樣背對著我 很沒禮貌耶 我對我 踩上去的 青桃中 十萬福特 居然沒把你給秒了 雷電牙咬死你 沒咬中 再咬 就一個青桃中啊 這兩下 然後這 這邊一層怎麼上去啊 好像是需要跑酷的耶 这里过不去了 原路返回 我 懒得理你们 我直接直接TP上来了 好像不在这上面 那从这里挖下去吧 嘿 你就是他们的馆主吧 感受神奇宝贝大师的 制裁吧 杀奈朵巨金怪 交错闪电 雷电啊 是什么 蝴蝶啊 十万福特 再来个雷电啊 我打我好疼 咬碎 刚好把这个封印技能切换 耶弹术交错闪电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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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残血了 咬死 呆呆王 交错闪电再见 这什么 扑扑猪他是神奇的 交错闪电应该可以秒了 漂亮 金黄灰装 特性互换 金黄灰装 总感觉哪里不得劲 附近的道馆 有一个道馆是不能去的啊 有一个道馆 这个道馆 这个道馆是我自己生成的啊 你一去就要崩单 然后这个道馆的话 他的那个等级较低 咱们就不要欺负他了吧 好像就 好像就这么一个等级高的道馆 没有遇到那个什么实力相当的道馆 好吧 不管他了吧 怎么 来到金黄欢这边 我还是想等那个啊 我线下一直都没有等到啊 不给了我一颗这个猪红色的宝珠 阿伯蛇 诶 这什么 火炎狮 好像是新增的神奇宝贝吧 哎呀 明知道他是火系的 我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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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用飞水手里见啊 好烦 哎呀 哎呀 这又是老王是不鬼啊 应该是我开心方块开出来的吧 飞水手里见 顿甲龙啊 顿甲龙也可以用水系的技能 飞水手里见 免于一击必杀 可以到 神兽力 这什么 双蛋瓦斯 来来来 给你吃给你吃 火爆兽一只啊 我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到过 好像猪狮在这旁边啊 原来我绕了来绕去 一直一直在这周围逗留啊 又开始下雨来了 好像是没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样子 丛林呢 就待在这里了吧 就就就在这附近幻游一下 前面有个妹子 旁边全是鲤鱼王啊 看着这边 这里是高山 有两个训练师 看一下马上就黄昏了 哦对 我得再线下去找那个 找到那个红土山啊 哦不对 红土 红土森林 这个版本是有阿尔周斯的17个石板的 我护肤金兵 我护肤金兵是给猎虹祖带的 替换一下吧 咱们这期的主角是一个杰克罗姆啊 双弗特 交错闪电 再来个交错闪电 雷丁啊 咬死你 咬血咬死你 哦咱们看一下这交错闪电的技能介绍 哇 攻击攻击低了一点 防御的话 倒是挺高的 不过没关系 释放巨大的闪电 感受巨大的火焰影响时 招式威力会提高 那 像对方受到那个什么灼烧效果 或者火焰火焰 那个啊 有那个什么灼烧效果的话 咱们这个交错 所交错 呸交错闪电这个技能应该伤害要高很多 过分 攻击我两次 他的话要上 呃这个代数他是什么系的啊 哇输这么快吗 连续攻击我两个回合过分啊 根源波动 看了 安抚之灵 这个安抚之灵是干什么用的 晚上丛林这边 这里有个球 蜜语 在在耳边 耳边说情话吗 说说烧话刺激对方吗 还是还是历史对方 什么鬼技能都有 还是来到沙漠吧 沙漠这边boss挺多的 说不定打一个传说boss就有惊喜了 要不要要要要一直抱着这个希望 人如果没有希望的话 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好像我就是一条咸鱼 我我我虽然是一条咸鱼 但是我是一条有梦想的咸鱼 雷迪啊 看能不能遇到那个 呃神秘人物吧 感觉杰克罗姆还有其他的技能可以学 神奇宝贝币的话又有7400块钱 我就是他 同时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 这里在最需要的 我们一条咸鱼 吃 Mind 吃着 吃饭 吃饭 舀咸鱼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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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的天,周圍都boss呢 说boss就来一只 呃,我看一下骑车随飞 你不要消失啊,讲真啊 没有妖精 好像这七七七鸟,它有妖精系的技能 咱们不能上龙系 是传说boss吗? 很难丢得中啊,这都大云 哎,nice,传说boss 来个日光树 神鸟猛击啊 我皮好厚啊 喷一眼喷一口,再喷 给我咔 来个根源波动 神鸟猛击,打得这么疼 我告诉你,要是你速度 你是速度比我开 要是速度比我慢,我早弄死你了 雨下得更大 但是杰克罗姆撑不住啊 呃,来一个龙中不动 没有影响,哦,它是妖精系的 我 这个的技能打不中它 我小青蛙直接被它秒了 那就不用龙系技能 用天空系跟普通系的技能 旁边还是大钢蛇 旁边还是大钢蛇 哎,漂亮 虽然说你属性克制我 但是我神速速度要比你快 气死你 龙丹一颗 哎呦 不是,你从天而降的鸟猫居然直接掉到我身上了 好了,咱们这期也差不多了吧 我在线上去那个,呃,多搜搜索一些地形 然后那个,呃,也是时候该直播了 哈嘞,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